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是什么想法 我犹豫要不要回复 赵楚楚 请跟我来 H2经理亲自到办公室叫我 好的 我站起身 自信满满地跟着经理 走到隔壁的小会议室坐下 经理客气寒暄过后 开门见山 你该知道 我找你是为了什么 我害手 知道 裁员吗 公司从半年前就开始陆续裁员 部门走了好几个人 如今只剩三个海 要再裁掉一个 大家都在拼命内卷 生怕被裁 我的业绩是几个月来最好的 经公司商议 很遗憾地通知你 赵楚楚 我们的合作 可能就此结束了 脑袋光的一声 我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是我 我的业绩是三个人中最好的 扯了半天 经理说出实话 你们三人中 佳琪年龄最小 公司不准备裁他 我愣住 佳琪25岁 可我差一点才30岁啊 我不甘心 那为什么不裁如龄呢 他33岁比我大 业绩还比我差 经理叹了口气 如龄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他出示了报告和药物 如果我们裁他 有可能会自杀 所以只能裁你 还有这招 职场刀光剑影 我又一次领教了 接下来谈赔偿 经过讨价还价 最终 我拿了12万离开公司 我浑浑噩噩地抱着纸箱 离开光鲜亮丽的大楼 内心充满忧愁 工作多年 我几乎没有存款 这12万 是我所有的钱 负责一切生活开销 更可怕的是 每个月要还2万的房贷 我之前月薪3万多 每个月还2万房贷 剩下一万多付房租 吃喝拉撒 人情往来 还算游刃有余 一旦 没了这3万块生活 瞬间跌落谷底 必须马上找到工作 我开始海头简历 周三面试完 我灰头土脸的到 附近商场的星巴克喝咖啡 等候第二个面试 无意中撞见陈安和两个男人走进来 哦 对 他就在附近上班 陈安在我后面那桌坐下 低头玩手机 又再发微信啊 他的朋友A问 肯定啊 他调了三个女人 整天忙得很 另外一个朋友 闭笑 丁 我抓起手机 陈安 宝宝 今天很热 多喝点水 我瞅了一眼后桌 陈安拿起手机摇了摇 等会 刚给一号发了信息 马上得给二号和三号点个咖啡 二号就点普通的 三号得加个小蛋糕 我一愣 意识到所谓的一号就是我 瞬间恶心 A说 看来一号最容易打发 B说 一号是他前女友 比较独立 以前他们在一起时就AA 不乱花钱 二号是他现女友比较物质 甚在肉体年轻 得花真金白银红 三号是他最近新追的白富美 不出点血 别人看不上眼 A问陈安 你想选哪个 B说 还用问 肯定选三号啊 可三号成功率不高 陈安也只是试试 不行就在一号二号中选一个 A竖起大拇指 高手 陈安放下手机叹气 还不是被逼的 我现在收入还行 但家境不好 父母没用 要想买房买车过好日子 只能找个能带来帮助的另一半 一号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长得漂亮 还是本地人 工资也过得去 原本都打算结婚了 结果分了 为什么 我曾经试探他家里给多少钱买房 他说 绝不像家里要一分钱 接触几个月 我发现他来真的 当时闹得不太愉快 那段时间二号够大 我没忍住和二号上床 二号那个蠢货 去找一号闹 这才分手的 如果三号不成功 我就专攻一号 他好像对我余情未了 那二号呢 诚安不屑 那种蠢货 除了凶大义无是醋 家庭一般 工作一般 还不是本地人 我已经玩够了 等一号三号有下文 就把他甩了 三人交流 调女心得 我听得气血翻涌 恨不得冲上去 删他们一耳光 但我没这么做 直接上去 只会被羞辱 待会还有面试 我不能把衣服装容弄脏了 既然喝完咖啡离开 我从星巴克里出来 手机里已经录了音 当务之急找工作要紧 房贷每个月两万呢 有这座大山压着 什么城安 什么复仇 什么爱情 全都得靠后 等找到工作 我再想想 怎么收拾城安 HR问 请问你打算 什么时候结婚生子 我说 我没男友 也没打算 近几年结婚生子 HR笑了笑 问了些平常话题 让我等下文 面试完 我就知道没戏了 一个月薪两万的岗位 竟然有三十个人来竞争 其中不乏名校海归 以及屡历漂亮的人士 我学历经验 并不拔萃 又是个即将三十岁孩 未婚未育的女性 Debuff聚齐 找工作难如登天 晚上妈妈打电话 楚楚 26号该交房贷了 我心头一颤 马上转给你 打开支付宝 转走两万后 里面只剩下十万 我忍不住 想倘若没有房贷 我现在的存款应该不少 加上赔偿金十二万 完全可以从容地 休息一段时间 再找工作 可惜没有如果 要是没买房就好了 我躺在床上 喃喃地说 我是单亲家庭 三年前在房价 最疯狂的时候 妈妈说想买房 那时候 房价涨了十几年 年年创新高 以至于大部分人 都觉得 房价会永远涨下去 再不上车以后 更买不起了 我们家住在S城的 边缘老破小李 等了十年的拆迁 也没轮到我们 现在更不可能了 房子又小 又破又阴暗 住起来很不舒服 随着年限增加 房子各项设施越发老旧 邻居们纷纷搬离 整栋楼住的全是老人和租客 更讨厌的是楼体不格音 楼上经常乒乒乓乓 吵的人睡不着觉 妈妈一开始等拆迁 后来等不到 便存钱买房 但她收入太低了 存一点钱去看房 房价涨了 买不到 她继续打工存钱 等存够首付再去买 房价又涨了 如此循环往复 我们一直都没买到新房子 像我妈这样的普通人 一辈子努力存钱买房 但似乎永远也追不上房价 买房成了我妈的执念 也成为我的执念 后来我大学毕业 一开始工作不顺利 收入除去开销存的钱不多 换了几份工作后 收入才渐渐高起来 直到三年前 票入外企 拿到三万多的薪水 手里才变得宽裕 这时房子已经涨上天 整个市场无比狂热 同事朋友们聊天 谈论的都是房子 妈妈说 楚楚 要不我们买房吧 我也被周围的氛围洗脑 觉得房价后面还会涨 加上收入还行便说 好 这个房要合心意 要住一辈子 地段 小区 户型 都得符合要求 最终 我们挑中了一套 妈妈卖掉了唯一住房 房子属于小产权房 又是老破小 即便在狂热的房地产市场里 也卖不上价 妈妈拿着这笔钱 找了个比较大胆的中介 通过某种手段 将首付做到两层 贷款了 我们挑中的95平 小三居 总价450多万 利率5% 算下来 每个月要还2万 那套房子不管是房价还是利率 都是近年来的高位 为了保留我首套房资格 房子买在妈妈名下 每个月由我来还房贷 剩下的钱用来装修 那时候经济很好 我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所有人都充满希望 我们乐观地估计了未来 从没想过三年后的今天会被裁员 一旦没了收入 每个月2万的房贷 就变得十分可怕 手里的钱 就算不吃不喝 也只够还半年的房贷 我焦头烂额地继续找工作 发出去的简历如石沉大海 找工作的第二个月 我越发恐慌 一再降低条件 可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了 找工作的第三个月 我彻底绝望 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哭了很久 打电话给妈妈 妈 我们卖房吧 实在还不起月工了 妈妈好意会没说话 片刻电话里传来她轻轻地抽气声 好 我又哭了 我们去中介挂牌卖房 380万 中介说 什么 380万 妈妈气得捂住胸口 买房的时候 房价贵得上天 卖房的时候才发现跌得离谱 我们450万买的房 花将近40万装修 居然只能卖到380万 算下来亏了100多万 而且这三年还的房贷 绝大部分都是利息 本金只还了一点点 我查到的时候都快气死了 现在的行情就这样 中介一副你爱卖不卖的表情 你们可以挂450万没问题 但没人买 赔得太多 我和妈妈坚持挂450万 450万挂出去后 房子果然无人问津 就算有询问的客户 也带着大刀砍架 有个人浪费了我半天时间 居然只肯出价350万 把我给气笑了 清水房都不止这个价 他怎么不去抢呢 我不同意 他爱各种Pool 语气不好 仿佛我就该跪地求着他买 弄得人心情烦躁 后面大部分来看房的客户 全是中介带来做对比 让客人们去买低价房的 看看这户型 这装修要450万 那套只要400万 每次妈妈高高兴兴地 在家里等客人 结果中介只是拿我们做法子 后面气哭了 我也气得骂中介 中介说 谁叫你们挂那么贵呢 叫你们降价不听 以后卖得更低 绝不降价 我赌气地说 工作找不到 S城消费高每天只进不出 钱如流水般花了出去 卖房是唯一的出路 而且必须尽快出手 一旦房子断供法拍 更麻烦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望着干净明亮的房子 我喃喃自语 不明白 我和妈妈一辈子 老老实实打工 努力存钱 从未作奸反科 为何最后连个住的地方 都保不住 我们是本地人 在自己家乡 享有个家 住得稍微舒服点 为什么会如此艰难 这个房子就像头猛瘦 不停地吸我们的血 直到将我们榨干殆尽 守规矩的下场 是这样吗 身边的如灵 什么都不如我 最后使手段保住了工作 而我却被裁了 那些日子 我一次次在黑夜里 质疑自己 心态发生极大的变化 卖房 我不能亏这么多卖掉 一定有别的办法 微信提示音 叮了一声 我看了一眼 又是陈安 她一直在给我 发暧昧信息 言辞中透露 已经和二号分手了 最近一个月 她几乎天天和我聊天 非常用心 楚楚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爱的人是你 千番过近 最后发现 你才是最适合我的那个 楚楚 我们复合吧 我冷笑 混社会的 谁也不是傻子 结合她最近的表现 我几乎可以推断 成安和二号分手 追求三号 白富美眉成功 才会花大量心思 和我聊天 想拿下我 刚想拉黑她脑中 忽然闪过一道灵光 成安一直想在 S城买房安家 我为什么不能把房子 高价卖给她呢 成安是个很现实的人 她当初追我 固然有我漂亮的缘故 更多的是冲着 我本地人身份来的 她以为 S城的本地人 都很有钱 哪里知道 本地人也有可能是 穷光蛋 不巧在下 便是其中一员 恋爱几个月 双方年龄都大了 很快谈到结婚 涉及谈婚论嫁 自然提到买房的事 也会涉及钱 谈钱商感情 越谈越离心 加上小姑娘勾引成安劈腿了 她想找白富美 可白富美又不瞎 找了半天 她没找能吸血的 只找到想吸她血的 她想落户 想买房 想要个助力 加上我本人的条件不错 这一对比 发现我居然是她的最佳选择 便又回来找我 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 最终决定不删她 打出两个字 好啊 这个社会是吃人的 房子会吃人 人也会吃人 成安想吃我 我为什么不可以吃它呢 目前房子在妈妈名下 我们工作的地方 离买的房很远 成安没见过妈妈 也不知道 我买房的具体位置在哪 在我们短暂的恋情里 她只来过我的出租屋 如果我以买婚房的名义 让她买下我的房子 这个操作完全可行 要想她高价买我的房 就必须让她觉得能占到足够的便宜 我的脑子里渐渐形成一个计划 成安 真愿意复合 当然了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吧 成安迫不及待 那就今天 在你公司附近的烤鱼店 我心头一紧 随即若无其事地回复 好啊 下午我换上职业套装 又化了个精致妆容 回到原来公司大楼 成安一直在给我发短信 她已经提前半小时抵达 我关掉手机 继续在咖啡厅里坐着 钓鱼一定不能着急 过了约定时间的半小时 我才湿湿然走出咖啡店 赶到烤鱼店 对等在那的成安说 不好意思 主管很重视我 稍微加了会办 说完撩了一下刚做的头发 成安眼里 划过惊艳之色 喜笑颜开 加班很正常 没关系 吃饭时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我故意装作 对她劈腿的事耿耿于怀 她赌咒发誓 诚心悔过 希望能复合 看你表现吧 之前你给那个女人买LV我也要 好 若即若离的态度 让成安觉得有戏 从那天 开始她展开了积极公式 真讽刺 以前我喜欢成安 关心她的收入和家庭 聊一些房子钱方面的问题 很多时候 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从不开口要东西 她却觉得我物质败金 现在我根本不想和她在一起 只谈风花雪月 说点她喜欢听的话 开口要这样 那她却觉得我很好 成安很现实 投入一分必然要得到十分回报 她想用包包鞋子吊住我 而我正式利用她 这种心理吊她 投入的越多 沉默成本越大 她越不容易放手 就这样谈了一个月 我们正式复合 银行卡里的余额越来越少 快要断工了 真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得抓紧时间收网 我表现得特别热情 还暗示以前说自己穷是在说谎 其实我家境还不错 承安各种试探 发现我大概率是个小富婆 更加积极 不久便跪地求婚 楚楚 我爱你 我们结婚吧 我心里暗笑点头 好呀 不过没房子怎么结婚 一定要有房子才能结婚吗 家里人这么要求的 她犹豫片刻说 好 我们去看房 我微笑 狩猎开始 妈 你那边进展如何 我打电话给妈妈 妈妈说 成了 现在业主已经团结起来 绝不降价 我们那个小区地段挺好 又是新小区 380万的卖价是中介强压的 一直没成交 卖房的业主 心里很不愿意低价出售 但因为恐慌 有些人挂价特别低 想让承安用450万 买一套380万 就能成交的房子 绝无可能 没人这么傻 计划要成功 房价必须涨上来 刚巧小区里有个愤怒的业主 在拉联盟 坚决抵制降价卖房 我发现后 便立即和她联系上 还把我妈拉进群里 群里有几十个房东 都不愿意降价 也不想别人降价 在我们的同心协力下 联盟越渐渐壮大 也有底气跑去和别的业主谈 有个挂400万的业主 改成了420万 由她开始 原本挂低价的业主 通通在中介那提高了价格 联盟的人 把各种户型设置了底价 我们那套95平的房子 底价为400万 做到这一步 如果我们卖450万 接盘的人 不会觉得太冤大头 联盟里面的人 天天盯着房产软件 只要有本小区的低价房挂出来 立即把链接甩到群里 然后找到房东上门聊天 利益让人团结 妈妈那边和联盟 积极维护房价 我这边和承安积极约会 装作承安最喜欢的样子 承安喜欢家境好 漂亮不贪婪的女人 最好倒贴 我替她买了两件衣服 出手都挺大方 偶尔透露 自己年终奖又要涨了 还有可能调去总部学习 到时候回来又得涨薪 还透露 我家虽然只有一套老破小 但手里有500万现金 那套老破小现在 也能卖几百万 妈妈退休金不错 看病不怎么用钱 以后不用我养还能带孩子 没有后顾之忧 又说某某亲戚在市里有点关系 以后求人好办事 总体而言 我是家族里最穷的 也还过得去 承安不动声色地套话 我不动声色地 将这些假信息透露出去 她以前探查出 我是穷鬼 就开始离心离德 劈腿小三 如今发现 我其实算个有钱的小富婆 便十分激动 她以为调到了本地小有资产独生女 以后可以吃绝户 非常开心 我看着她一步步走进网里 也很开心 大家都很开心 某天我们俩像普通恩爱情侣那样 在公园里散步 承安手机忽然响了 她接起来 妈 钱打过去了 我告诉你 买房只能写你一个人的名字 你敢让那女人 家名我跟你没玩 拖辣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承安一下子尴尬 赶紧闪到一边 我贴心地留在原地 不用特意偷听 也能猜到他们在说什么 S式的房价太贵了 一套房子得吸干三代人的钱包 为了房子亲人 也可以反目成仇 何况可以离婚的夫妻 互相防备是正常操作 承安导安电话走到我身边 不好意思地说 楚楚别生气 我妈赚钱不容易 我让她拿钱 她心里苦 我心说 咱们才刚刚看房 连房子都没相中 你却急吼吼地 让你妈赚钱 很大可能你自己 早就想要那笔钱了 你妈苦关我什么事 难不成是我造成的吗 我心里翻白眼 嘴上却微笑 阿姨的确辛苦 你也很辛苦 承安试探着道 要在S室里扎根 实在太难 我妈说 为了凑钱 把县城里的房子卖了 只留了一套自住 总感觉对不起他们 我说 要不暂时别买了吧 等我们结婚后再买 不过到时候 房子就得平白无故 分我一半了 承安愣了一下 哈哈干笑 我继续道 阿姨的担心很有道理 加我名字 以后房产我占一半 平白无故 占这么大的便宜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现在买房 不用加我名 我还可以添点家具 家电什么的 承安一下子高兴起来 楚楚 你真好 应该的嘛 以后就是一家人 我笑着说 你对我那么好 我当然也要对你好 家不家名都 无所谓 我不在意 楚楚 承安的眼睛闪闪发亮 能娶你三生有幸 呵 占到便宜 肯定三生有幸了 我笑着说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承安急忙道 你说 我希望能亲自挑房子 承安立即打包票 没问题 在假模假样的 看过几个小区后 我指着我家房子 所在的小区提议 宝宝 我们去看这个小区吧 承安犹豫 好像离得有点远 不远 我分析 你能保证一辈子 在现在的公司上班吗 咱们得为以后打算啊 这个小区的位置地段很不错 以后就算换工作 可以乘坐地铁通勤 去哪都方便 承安点点头 离你公司近的小区 新楼盘太贵了 要么就是老小区 没必要 我不是说过吗 下半年去总部学习后 可能得搬到北边区域 咱们的房子 必须挑个中间位置 方便你我同时上班啊 这地就很合适 还有这里有个幼儿园和小学 以后小孩上学也方便 经过我维维分析 承安笑起来 说得对 那周末去看看吧 好 商定好时间 我常常出了口气 总算走到这一步 周末我和承安前往小区 他对环境地段还算满意 网络上挂着的房子中介 是X家的 也是我的卖房中介 我怕遇到熟人 便说 咱们找个实体店 让中介直接推荐吧 嗯 承安在我的引导下没多想 决定找个实体店 他走向最大那家 我赶紧拉住他 别去这家 承安纳闷 为什么 网上说他们中介费收得很贵 别家只收一个点 他们家收1.5个点 几百万的房子 一个点就是好几万呢 承安吃惊 中介费这么贵 我点头 是啊 万一咱们在他们手里买房 你得多交钱呢 咱妈赚钱不容易 能省一分是一分 承安有点感动 楚楚 你真好 我冲他微笑 不带他去这家中介 因为这家店就是 X家的里面 有认识我的人 进去遇到熟人 我的计划就泡汤了 在我的引导下 承安找了远处的小中介 里面的人不认识我 中介听说要看房 乐颠颠地带我们进了小区 我之前工作的地方很远 因经常加班 在公司附近租了单间 一次性付了半年房租 上个月才到期 我很少回来 顾尔保安 邻居都不太认得我 我沉默地跟着承安 中介进入小区 先看看这套吧 410万 中介推了两套清水房 挂价偏低的那种 说可以谈到400万 承安觉得400万有点贵 这小区就值这个价 中介极力推销 看完后 我表示不太满意 户型楼层不好 而且清水房装修太麻烦了 我们工作很忙 没时间盯装修 而且装了还得放上一年 才能住进去 麻烦 承安便问中介 有没有装修好的房子 当然有 他将我们带去 先看了一套装修好的 我东挑西简 他又带我看第二套 我还是不满意 直到带去看我们的房子 哇 这房子好好看 一进门 我故意发出惊喜的声音 装修是我找人设计 一点一点弄出来的 因为打算住一辈子 每处细节都尽量做到完美 工作休假 我都会回来和妈妈一起弄房子 总体而言 装修比另外两家好得多 从没想过会这么快卖掉它 承安也很满意问中介 这套多少钱 中介说房东底价要四百五十万 四百五十万 承安无语 别人都挂四十三万零四百二十 还可以谈价格 他凭什么要四百五十 装修啊 中介说卖四百五十 房东已经亏了装修和利息钱了 不能少点吗 我和房东聊过一分都不少 要不我们看别家吧 承安对我说 我摇摇头 宝宝 不看了 我就喜欢这套 承安愣了一下劝慰 楚楚 这房子太贵了 我们多看几家 说不定能看到更好更实惠的 我生气 哪里贵 清水房四百多万 这房子装修好的四百五十万 不算贵 在我的坚持下 承安犹豫起来 他也满意这套房子 开始和中介讨价还价 想把价格压到四百万 我心中呵呵 当真是拿着大刀砍啊 如果你们看中了 我打电话给房东 你们亲自谈 中介只想成交 掏出电话 就要联系妈妈 算了 承安说 暂时不用联系 他开始挑三拣四 找房子的各种毛病 我站在一边 伸手触摸着 亲自挑选的餐桌 眼眶微微泛红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和妈妈 凑了一辈子的钱 没炒房 没干其他的 只想要个住的地方 却保不住家 还要使用这种手段 将房子亏着卖出去 到底哪里错了 承安是个很现实的人 他不愿意高价接盘 最后决定走人 出去后 他看我闷闷不乐问 怎么了 我喜欢刚刚那套房子 装修太合我心意了 承安拿出软件查了一下 楚楚你看 隔壁小区单价 比这个小区便宜 位置差不多 买这里 不如买隔壁 我瞬间赶走心里的 悲春伤秋 打起精神 不要 这边小区离地铁站 更近一些 买在这边以后上班 我起码能多睡五分钟 就五分钟 别小看这五分钟 天长日久 很影响生活质量的 我看中了 最后一套房的装修 是我的梦中情房 太合我心意了 承安不肯妥协 要不我们再看看其他 为了不引起怀疑 我跟着他又去隔壁 两个小区看房子 看完我说 我还是喜欢那套 宝宝 咱们买来当婚房吧 承安叹气 我也喜欢 可是不划算啊 我跺脚 不管 难得遇到我喜欢的 也就多五十万 哪里不行 你看之前的成交价 居然有395万的 我们450接盘 就是冤大头 软件上的成交价 没法隐藏 撒娇不行 必须改变策略 我忽然冷下来 你爱不爱我 承安一正 我望着他 咱们不是说好了 房子你自己买不加我的名 以后结婚 也不用付财力 我可以帮你还贷款 条件只有一个 房子必须得挑我喜欢的 可是 我故意大怒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 谈什么爱我 咱们别结婚了吧 说完 我怒气冲冲地转身就走 承安着急追上来求情 我毫不理会 接下来 我晾了他几天 翻出自己的旧照 又从网上找了些图辟一下 在朋友圈里发出去 说自己去旅游了 当然 朋友圈紧对承安可见 我这么做 有两个理由 一则我已经被裁员 也退了租的单减 如果承安来找我 有可能被他发现端倪 所以 弄成外出旅游 他就不会到出租房找我 二则 我要营造自己有钱的富婆形象 继续调他 让他下定决心 我找了张飞机图片 铺满整个电脑屏幕 找准角度拍照 就好像我在飞机上自拍 偶尔又发一些景点和实物照片 学朋友圈名媛那套 把自己包装得十分高档 一天发几轮 每一轮图片 都保证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 陈安全都看在眼里 他喜欢看人下菜碟 毕竟他曾经给女人标过号码 当初他只和身为一号的我聊天 没掏一分钱 却给二号买咖啡 给三号买咖啡蛋糕 就因为他按着身价来区别对待 在他心中 女人身价越高 就越舍得花钱 在最近接触过程中 我不断从言语 细节方面 让他误以为我是富婆 身价节节攀升 如今 我在他心中的身价 虽然不如三号 但也差不了多少 他一辈子都追不上三号 我却唾手可得 加上在我的引导下 他已经给我买了奢侈品 投入了成本 他绝不会就此放弃 反复拉扯几次 陈安的态度已经软和了 宝宝 我爱你 我想给你一个最好的家 我依旧不搭理 继续发各种高端照片 营造富婆形象 富婆视金钱如粪土 富婆肯屈尊嫁给她 她却对五十万的房子 差价耿耿于怀 就显得没有格调 经过我朋友圈洗礼 成安现在越来越相信我有钱 每天都在发短信 嘘寒问暖 我看量的差不多便回复 重要的不是钱 重要的是我喜欢 千金难买我喜欢 我喜欢你 哪怕你家境不好 一无所有还是愿意跟着你 不加名 不要彩礼 只想和你结婚 钱对我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何心意 那套房子才 四百五十万又不贵 买了也是你的 我分不到一毛 你干嘛要斤斤计较 不就是五十万吗 有什么了不起 到时候我陪嫁一辆车 一个车位就好了 让我生气的根本不是钱 而是你的态度 我想和你结婚 想和你在一起 只提了那么一个条件 你都不能满足 还结什么婚啊 成安道歉 楚楚 我错了 主要是我妈那边觉得贵了 我才拖着 现在觉得能让你喜欢 贵点也无所谓 楚楚 你回来 我们去买房 我依旧冷哼 真的吗 真的 我发誓 第二天妈就跟我打电话 说中介 约她谈价格 问她四百二十万 愿不愿意买 听她描述我 立即断定是成安 我说别松口 四百五十万一分 都不能少 剩下的我来想办法 妈妈说 行 听你的 成安又给我打电话 发信息 我依旧若即若离 她问我想怎样 给你一周的时间 买不买自己决定 大不了分手吗 成安下定决心说 楚楚 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晚上妈妈给我打电话 说过两天签约 我笑 终于成了 这是细算起来挺不容易 首先得感谢房东联盟 其次感谢中介 房价被房东联盟死死把控 低于四百万坚决不卖 房价坚挺 即便别的小区在陆续降价 我们小区看起来 房价没怎么跌 这给人一种错觉 我们小区是很优质的资产 我那房子算上装修 对比起四百万清水房 卖四百五十万就不算太贵 如果没有这个联盟 把底价死死拉住 若有人三百八十万 卖掉我们卖四百五十万 成安肯定觉得太贵 不会同意 房价都住了 中介也在积极给成安做工作 他们的嘴最会忽悠 看啊 别的小区房价跌了 这里没跌 说明这个房子很抗跌 虽然现在出生率不高 但S市是大城市 永远都有很多外来人口 房价跌一阵 肯定会涨上去 现在通货膨胀 钱拿着贬值还不如买房 现在房价降了这么多 不会再跌了 你买的肯定赚 地铁 学校全都有 还是新小区 你买了就捡到大便宜 成安渐渐松动 成安是条狡猾的鱼 又很现实 亏本的事向来不做 但现在不同了 假如他以高于市场价 五十万的价格买房 能调到我这个富婆 很划算 我这个富婆不要彩礼 陪价一辆车一个车位 和我结婚房子是他的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贷款我们俩共同还 以后等我妈死了 她还可以吃绝户 房价已经跌了很多 很有可能不会再跌 以后涨了就赚大发了 用五十万换这一切 简直不要太赚 成安那样的精明人 无时无刻不再打算盘 他知道该怎么选 既然鱼儿上钩 我决定旅游完毕 高兴回城 成安知道 我回来说要见我 我约了时间地点 到商场吃过饭 看完电影 成安忽然深情款款道 楚楚 我想送你一份礼物 什么礼物 明天你就知道了 他神神秘秘地说 真的吗 好期待哦 礼物不就是买房吗 昨晚妈妈 已经打电话给我确认了 成安将以四百五十万 买下我的房子 一分都不少 可这房子 写的它的名字 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 算什么礼物呢 不过我不会扫兴 毕竟我又不会真嫁给它 只有真想结婚的女人 才会在这些事情上 斤斤计较 会讨论一些 在男人听来不舒服的问题 像我这种不打算结婚的 根本就不会提 我假装不知 第二天跟着成安去签约 到了房子 我妈满脸严肃地 和中介 成安谈话 楚楚 我为你把房子买下来了 成安拿着笔潇洒的签字画鸭 转头深情地对我说 为我买下来了 好伟大 好会付出哦 如果我没有伪装成富婆身份 你买个屁呀 我瞬间睁大眼睛 十分惊喜 然后捂住嘴 真的吗 你真为我买下来了 成安含笑点头 这就是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我感动到 宝宝 你真的太好了 妈妈站在一边看我表演 神情十分复杂 中介为了促成这笔交易 这段时间做了不少功夫 此时红光满面 催促两人尽快办手续 房子过户的十分顺利 所有人都心满意足 顺利把房子甩掉我大大松了口气 接下来该分手了 分手很简单 当初我在星巴克路的音音 一直保留着 就等着后面派上用场 接下来又到表演的时候 在成安买房后的第三天 我将音频剪辑好 创立一个新邮箱 再用新邮箱 给我的常用邮箱 以及他的某些朋友 发送音频 一切准备就绪 发完我便到他的公司 见他 成安要结婚的消息 已经传了出去 大家都知道 他有个女朋友 买了房马上要结婚了 小范围的人还知道 他脚踏几条船的事 恭喜他成功上岸 我的出现 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成安呢 让他滚出来见我 我站在大门口 故意扬起声音说 我一吼 大家都愣住了 不一会 成安飞快地跑出来 表情惊讶 楚楚 你怎么来了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甩了他一巴掌 啪 清晰的耳光声 所有人都听到了 成安捂住脸 又怒又疑惑 你干什么打人啊 你把我当什么了 我眼眶微红 大声哭诉 以前我们在一起 你就劈腿 这次你求我复合 还求婚我 以为你爱我 现在才明白 你根本就不是人 听到我吵吵嚷嚷 成安赶紧拉住我 别闹 一边说去 我不走 就要这里说清楚 我拼命挣扎 将手机里的录音播出来 一号前女友 如果实在没得选 就选她了 二号除了凶大毫无优点 工资不高 家境不好 又不是本地人 没法给我助力 睡睡还行结婚不可能 最喜欢的是三号 家里开公司的还住别墅 可惜有个哥哥 家产可能轮不到他 不过若娶了三号 他们家手指头里漏点出来 也会让我轻松点 说起来 我一直不相信 一号前女友赵楚楚 她说她没钱 有房的本地人 再如何 也不可能没钱吧 她条件还 可以又是个独生女 如果追不上三号 我就去追她 她还挺好哄的 我将声音开到最大 离得近的人都听到了 我流着泪问 目瞪口呆的陈安 原来除了我 你还有另外两个女人 一号二号三号 陈安 你了不起啊 开后宫啊 原来我是你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当初你劈腿 后来找我复合 痛哭流涕 说是喝酒犯了错 我相信了 现在才明白 我就是个傻子 你选我 根本不是爱我 而是因为 白富美不要你 你觉得我条件 还可以才选的 我大声哭诉 陈安回过神 用力抱住我 楚楚 你听我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正托他 举着手机大声道 这是你的声音 你亲口说的 周围看热闹的人 议论纷纷 其中不乏陈安的同事 上司 是谁给的录音 陈安脸色铁青 我怎么知道 我要感谢那个人 在快要结婚的时候 发给我 让我彻底了解 你的真面目 陈安 我们分手 陈安急切道 楚楚 我爱你 我想和你结婚 为了你我都买房了 我大声说 你那是为我买房吗 房产证上 又没我的名字 你给我买个两个包 我也给你买了两套衣服 我赵楚楚从不欠你 反观你 先前和我在一起劈腿 我原谅了和你复合 你居然脚踏三条船 最后 别人不要你了 你才选我 从头到尾 都是你对不起我 一番话 让陈安变得心虚 哑然无声 完全无法反驳 其他人 也用看渣男的眼神 盯着他 说完我扔下他 哭着跑开了 跑到别人 看不到的地方 我抹掉眼泪 高高兴兴地 打车离开 那段录音放出来 陈安肯定第一时间 怀疑当初 和他一起的朋友 甚至会猜测 那两个朋友 直到他要结婚了 十分嫉妒 干脆搅黄他的婚事 就让他们狗咬狗吧 而我作为受害者 和陈安分手名正言顺 挑不出任何毛病 他也不会再找我麻烦 整个狩猎过程 堪称完美 回到出租物 和妈妈拥抱 现在好了 妈妈说 不用每个月 还两万的房贷了 你好好休息一下 慢慢找工作 嗯 我点点头 望着普通的出租物 感慨万千 虽然把房子甩出去了 也让陈安吃了亏 可我们依旧亏了许多 装修 新鞋 利息 在这场房子游戏里 没有赢家 都在亏 如果以后房价暴涨 我也认了 S是很大 大家都在一个个 格子间里 忙得昏天暗地 如果不是刻意相邀 就算在同一个小区 也可能碰不上面 我拉黑了陈安 和他彻底断绝关系 他自认有亏 劈腿一次 又侮辱我一次 恐怕到分手 都觉得对不起我 也没脸找我复合 大概过了一年 我再去打听 原来小区的房价 已经降到350万 房东联盟 只坚持一段时间 就瓦解了 因为周边小区的房价 继续下跌 与本小区房价单价差 接近3100平 真有人要买房 肯定选周边的小区 房东们坚持了一阵 眼看着周边继续下跌 便开始偷偷降价出货 一开始 房东联盟拼命阻止 到后面 越来越多的人扛不住 联盟自然瓦解 大家害怕 以后会跌得更多 都在抢跑卖房 以至于房子跌到350万 陈安以450万接盘 我的房子 如今跌去了整整100万 后面还在继续下降 后来听说 他也被裁员了 每个月1万多的房贷 我不知道他拿什么还 会不会像我一样 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吗 他背着一个沉重的负资产 还有没有心情 去重新给女人标1 2 3号 我没去打听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听说陈安断供 房子被银行收走法拍 他回老家县城去了 他快要35岁 基本上找不到好工作 便干脆回县城 从某种意义来说 陈安为了留在大城市 竭尽全力 不惜算计 身边人也挺辛苦 可惜算计别人 也会遭遇别人算计 经过此事 我对房子的执念 不再那么重 我暂时不打算买房 打算等房价起稳 我们在考虑买房子 而且不打算在S市买 有时候想想 为什么一定要在S市买呢 对大城市屈媚 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之道 为了一个房子 把自己逼得那么累 真不值得 我希望房价能恢复到 普通人能买得起的水平 让任何人 都不要再背上沉重的房贷 太重了 太累了 愿所有人 能有个心爱的小窝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